竹县长提名与党各自表述。马英九,仍希望能照制度走。 前总统马英九,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邱德香摄影。 国民党撤销新竹县长提名采权民调机制,引发因人涉事质疑。 前总统马英九所表态挺制度,建议党中央赵元制度走努平争议。 让党中央赶紧派出副主席曾永泉解释灭火。 但上午马英九受访重申,昨天到今天想法都没改变,希望能够照制度走。 马办发言人徐巧兴补充,马英九的立场没有改变,希望新竹县长提名能遵循原来制度,因为原本的制度最没有争议。 像是台中市长等县市提名,都是协调不成采权民调后产生,目前整个制度运作也非常顺利,整个党是团结在一起。 但对于马英九的主张,党主席吴敦毅今天重申,新竹县长提名会遵照中常会撤销全民调决议,再让外界接赌马,吴不同调,一个新竹县长提名,马,吴各自表述。 徐巧兴补充,如果大家都照原本制度,那就没有同不同调问题,马英九只是发表意见而已,并没有要强迫党中央怎么做。 徐巧兴说,马英九还是相信,新竹县长提名党中央会依照原本建立起来的制度继续走下去,就是协调不成采权民调这样的方式,这样对整个党都是最好的。 徐巧兴补充,曾永泉昨天拜会马英九后,党中央也向媒体披露以拜会马英九说明,叛化界外界马,吴不何质疑,就连马办傍晚发出的证实新闻稿。 党中央与马半也有先充分沟通,也因此才有经过40分钟的误谈,马前总统对提名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文字。 徐巧兴说,曾永泉昨天确实有向马英九说明目前新竹县长提名状况,但马英九的立场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改变,还是希望能够遵照制度,团结赢得胜选。 前总统马英九,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邱德乡摄影。 国民党撤销新竹县长提名采权民调机制,引发因人涉事质疑。 前总统马英九左表派挺制度,建议党中央赵元制度走努平正义。 让党中央赶紧派出副主席曾永泉解释灭火。 但上午马英九受访重申,昨天到今天想法都没改变,希望能够照制度走。 马办发言人徐巧兴补充,马英九的立场没有改变,希望新竹县长提名能遵循原来制度,因为原本的制度最没有争议。 像是台中市长等县市提名,都是协调不成采权民调后产生,目前整个制度运作也非常顺利,整个党是团结在一起。 但对于马英九的主张,党主席吴敦义今天重申,新竹县长提名会遵照中常会撤销全民调决议,再让外界接赌马,吴不同掉,一个新竹县长提名,马,吴各自表述。 徐巧兴补充,如果大家都照原本制度,那就没有同不同掉问题,马英九只是发表意见而已,并没有要强迫党中央怎么做。 徐巧兴说,马英九还是相信,新竹县长提名党中央会依照原本建立起来的制度继续走下去,就是协调不成采权民调这样的方式,这样对整个党都是最好的。 徐巧兴补充,曾永泉昨天拜会马英九后,党中央也向媒体披露以拜会马英九说明,叛化界外界马,吴不何质疑,就连马办傍晚发出的正式新闻稿。 党中央也向媒体披露,党中央与马办也有先充分沟通,也因此才有经过40分钟的误谈,马前总统对提名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文字。 徐巧兴说,曾永泉昨天确实有向马英九说明目前新竹县长提名状况,但马英九的立场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改变,还是希望能够遵照制度,团结赢得胜选。